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我是Kennis 中秋节就快到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亲手做月饼送给身边的智爱 或者可以考虑一下我今天的示范 朱古力流心冰皮月饼 做这个月饼会分四个步骤 首先会做了朱古力流心这部分 然后就会做这个朱古力馅 接着会做皮 最后就会将三样东西合并在一起 这个煉奶是从冰箱拿出来的 纪念也是 奶也是 基本上是将几样材料混在一起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们的材料要冰冰呢 因为一混完之后 我们要即时知道浓度对不对 如果我还想留心一点 那我就会将这个奶逐点逐点加下去试 不要一次过加 好了已经混好了 这个是我今次需要的浓度 立刻就用一个浸袋 就进去 我们现在将那个朱古力 浸在牛油纸上面 浸几大粒呢 大概好像我们的一毫子的直径 那么大 好了浸好了 然后立刻就要拿回入冰箱了 因为要冰四五个小时 接着呢我们会做一个朱古力的豆腐 好了首先呢 加糖和忌廉 煮一煮用那个糖先 好了糖差不多融完了 我们就加白豆腐 这个白豆腐是没有糖没有油的 是自制的白豆腐 用按压的方式来煮 接着呢我们就加这个菊菇粉 这里我已经关了火 我们呢可以用一只很冰的碟 拿一点豆腐放在碟上 这样涂抹涂抹 快速令它冷却 因为要冷却了之后才知道浓度够不够 用手摸摸它 我已经知道这个硬度是我需要的了 这个时候呢可以加朱古力了 这个好的朱古力呢 我们不会煮它的 所以这个馅需要凉一点 才会加下去的 利用它的余温呢去热溶这个朱古力 那我们要铺起它 摊平它 好了盖上保鲜纸 铁面 室温放凉了之后呢 可以放回到冰箱 凉了之后就可以包这个流心馅了 好了 这个朱古力豆蓉馅已经分了一块块了 那方便呢 就让那个朱古力流心馅下去 在那个豆蓉馅里扭个洞 让这粒流心下去 压它下去 记住要包 包到它盒 包到它实了 搓回一点点缘 好了 我们放回到冰箱 冷却它 接着再来包了 好了 现在做皮了 首先将那些粉全部过一过小 接着呢 加上糖下去 拌均匀 加上油 加一半奶 搞到它没粒 我们就可以将链奶 和剩下的奶一次过加上去 好了 拌均匀 好了 拌好之后呢 就可以拿去蒸的了 好了 蒸好了 摊了一会儿 还有点暖的 好 那先起了它 倒入胶袋 里面 趁它暖暖的呢 就会比较容易拆 拆均匀 后可以放回冰箱 冰冷就可以用的了 好了 来到最后一部分了 所有材料都冰冷过了 拿一份皮 皮要压一下它 好了 包个馅 小小力 推个皮 推上去 用小小力 不要太大力 因为会压碎 里面的馅 我开始将月饼组合了 首先呢 这个月饼帽 要用一个熟的糯米粉 浪一浪 浪完之后呢 炖出多余的粉 那今次做的呢 是朱古力流心冰皮月饼和 所有的颜色都是啡色呢 那所以呢 我想它特别一点呢 今次呢 就用了红菜头 代替了部分的皮 用手枕 轻轻地压一下 压一下它 压得平均一点 记住 红色的部分不要要粉 好了 我们要压一点粉 让它不要那么容易粒毛 不要那么多 所以呢 就用手指轻轻地扑一扑它 另外一边 不要加粉 方便呢 它跟红色那边呢 可以粒得上 对正的位置 轻轻地压一下它 压平一点 要用三下去脱一个毛 第一下试一试高度 轻力一点 放松回 第二下大力一点 让它落得比较深一点 好 第三下脱毛 完成了 完成了 完成了